大家好,我是虚油鬼,欢迎收看虚油鬼的视频 我们今天继续做在德国,在欧洲报难民的视频 这一期是第12期视频 很多观众朋友会疑惑,说是第12期 我上一期好像看的不是8就是9 怎么这么快就第12期了呢 这是因为第10期和第11期都是会员栏目 会员栏目呢,因为我也不是一个电脑高手 所以设置的呢,可能很多人看不到 那就是呢,你想用国外的信用卡付费呢 去看这个会员频道呢,它可能呢,它也没出现 这个是我设置的问题 我回头呢,德国好演讲就把它搞明白 那连续呢,做了十多期关于欧洲难民的视频 那可以说呢,我是这个行业的专家 那我这么说呢,并不是有意的要吹嘘自己 因为呢,你翻遍这个油管啊 上面关于报难民的视频 别说中文的了,就是英文的和其他语言的 连着能做三期以上的,已经非常少见了 像我这样可以连着做十期的呢 那可以当仁不让,就做这个专家了 那之后的第十二期和第十三期节目呢 我们主要呢,是回答一些群友啊 在之前视频下的那些留言 有一些提问 尤其是在会员频道里的一些提问 因为普通观众呢,他看不到 那这个会员视频啊,他有会员视频的好处 那他设了一个门槛呢 那有些人呢,就得花钱才能迈进这个门槛 虽然并不多 那进到这个门槛的人呢,他就是真心需要问到的问题 而这样的问题呢,将来呢 你有可能会碰到 大概率会碰到 也就说呢,他问的这个问题呢 也是大概率你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毕竟人家是花了钱的嘛 所以人家问的这个问题呢 都相当的专业,相当的关键 那有一个群友呢,他提问 他说,虚鬼啊 我在国内呢,得了类似于绝症的一种病 那碰巧呢,我有申根国家的签证 我可不可以去申根国家报难民 让德国把我这个病给治了 这个是可以的 我们之前的视频啊,我应该讲过 就说,如果你有一个申根签证啊 你没什么事呢,你去申请一个申根签证 有这个申根签证呢 关键的时候呢,能够保命 保什么命呢?就是医疗难民 那假设呢,当然这种假设不是很好的假设 有一天你或者你的家人得了某种大病 得了某种绝症 国内呢,不好治 或者是治不了 再或者呢,就是治的时候呢 很多进口药 医疗上呢,他不能够给你报销 也就是说呢,你自己呢 需要花一个很高的价格 甚至于天价去医疗 那很多人呢,就要因此啊 这卖房子卖地 成了这个医疗难民 因为治病而反贫 最后呢,变穷了 变得一贫如洗 甚至于呢,还借了债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不如呢,你就直接买一张机票 费到欧洲去 然后呢,让欧洲国家给你治 因为欧洲国家呀 其实不光是欧洲国家 其实很多国家呢 医疗上呢,都是免费的 包括泰国 医疗上呢,不免费 还受天价的国家呢 受国仅存 就这么几个 其中呢,就包括我们伟大祖国 那为什么呢 我推荐德国呢 因为呢,我曾经呢 在荷兰住这个青年旅店的时候呢 碰到过一个非洲人 我真是具体忘了 他是非洲哪个国家的人 那在青年旅馆里边嘛 都是年轻人 碰着能聊得来的人呢 就多聊一会儿 这样呢,可以得到很多的信息 很多的资讯 碰巧呢,我们就聊到德国 然后呢,这个人呢 就说起 他呢,也曾经在德国待了好几个月 那这个人呢 素质呢,还是比较高的 他是非洲某个小国国家的一个报纸的一个记者 他呢,就写了几篇文章 反对他们国家的总统 哎,就因为这么个事呢 所以呢,他就跑在欧洲国家呀 他就在荷兰申请了政治避难 最后呢,他的难民申请呢,也通过了 但是呢,这个记者呢,他不检点 他呢,染上了性病 他呢,就得了性病 我呢,我不知道 在荷兰呢,治这个性病呢 算不算就是荷兰公废医疗所报销的那个范畴里边 反正呢,他没有在荷兰治这个性病 他呢,就隐藏他在荷兰报难民的这个经历呀 然后呢,他就跑到德国去报难民 因为我们知道啊 在德国报难民的时候 尤其是在总营和大营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基本的体解 那这个时候呢 你身体有病呢 你向医生提出来 那么呢,你就会得到一个医疗 就会得到一个救治 而且呢,这种救治呢,是免费的 乃是不会让你花钱的 所以呢,这个人呢,就在德国混了几个月 把自己这个性病呢,治好了 那个时候呢,他还保持着这个奥斯拜斯 就说绿色的那种身份证 他呢,直接就把这个身份证呢 撕落了,就返回到荷兰去了 那这个故事呢,里边呢 有好多重点啊 大家要记住,要画重点 要记住重点啊 不要听那些八卦的事情 那这个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呢,就是都柏林协定 这个呢,我也是反复说 别的呢,博主呢,也经常提到 那按照道理来讲呢 他在荷兰,报过难民 按过指纹 按照都柏林协定呢 欧洲国家呢,是交换这个指纹信息的 就说你的生物特征呢 他们是共享的 他们是能够查到的 但是呢,这里边呢,有一个时间差 就是说他会查到 等他查到那天呢,可能呢 一两个月呢,就过去了 他这个事情呢,已经办完了 已经结束了 那还有很多群友人提问啊 我这里都概括了 包括呢,很多人呢,说他在奥地利 进入德国的时候呢 被抓了,然后呢 被遣返回奥地利 还有人呢,说呢 在克罗地亚按了指纹 最多的就是在克罗地亚 因为很多人呢 是以走线的方式 从塞尔维亚经过克罗地亚 然后到达欧洲的 到达这个申根国家和欧盟国家的 在这个过程中呢 很容易就被克罗地亚所截停 然后呢,被迫呢 在那里按了指纹 留了指纹 那还有人呢 是在希腊按了指纹 这个呢,也很正常 因为希腊呢 是这个东南欧的桥头堡 可以说呢 是进入申根国家 进入欧盟国家的 第一个国家 所以呢 很多人呢 也在希腊 甚至于包括在塞浦卢斯 按了指纹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按照这个都布林协定啊 正常的是 你再进入德国报难民 你会被遣送回那个国家 就是之前啊 你按过指纹的 第一个入境欧盟的那个国家 而在实际上呢 并没有完全执行 这个都布林协定 那这个呢 就是很多人呢 他也在下面留言 很多群友呢 他就问我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可不可以到德国去 到荷兰去 或者到瑞典去 那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答案呢 不好说 也可能可以 也可能不可以 凡事呢 都在试一下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那之后呢 非常巧 另外呢 一个群友留言 那这个群友呢 他已经到了德国 而且呢 在德国报了难民 然后他在下面留言 他说 许有鬼 我到德国都两年了 都没有听证 而且呢 难民营里的另外的一个女生 他也是两年了 都没有听证 这样的话呢 他之前 也就是说这个女生呢 他之前是去过别的国家 在别的国家呢 也是留过指纹的 那出现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杜柏林协定呢 就没有办法执行了 那为什么呢 就是本来呢 按照杜柏林协定呢 你之前比方说 你在克罗地亚按了指纹 或者是你在希腊按了指纹 正常情况下呢 是应该把你遣送回那个国家 但是呢 你已经在德国居住的时间 而且是一种合法啊 或者是半合法居住的时间 这就说呢 你在德国报了难民 他们呢 发给你这个奥斯外斯了 那你已经在德国生活 接近两年的时间了 这种情况下呢 就不适用于杜柏林协定了 就说杜柏林协定呢 也不是严格执行的 后边呢 有很多括号 括弧以后的东西呢 很重要 括弧以后的东西呢 就有可能改变你的命运 那也就是说呢 你在德国生活的时间足够长 长过了当初 你第一次按指纹 所经过那个国家 所待的那个时间 甚至于几倍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恭喜你 你运气好 你就可以在德国留下来了 就不执行杜柏林协定了 因为呢 如果德国想执行这个杜柏林协定 那克罗地亚呢 他还不愿意接受 因为克罗地亚这种小国呀 他本身呢 是新入欧盟的国家 他本身的经济条件呢 就没有那么好 就不像德国这么不差钱 所以呢 他是更希望这些难民呢 吸去 就是经过他们国家 最好呢 你别在我们国家待 你在我们国家待呢 财政上呢 也是很大的负担 所以呢 你最好去德国 如果你已经到了德国了 德国呢 想把你遣送回来 他呢 在官方上呢 也会找各种理由 各种借口 能拖一拖 能推一推 直到推到 你来不了为止 那所以呢 根据这些经验 聪明的你呢 就应该配合他们的工作 以达成这样的目的 我说的已经够直接了 大家心里都听得懂啊 都明白了 其实这种话呢 应该在收费视频里讲啊 应该在会员视频里讲 这么讲出来啊 这些国家都知道了 跟我没完了 那回答这个群友啊 他已经在德国了 他说呢 他在听证会上啊 也就是说 在德国报难民啊 有一个听证会 那之前呢 有一个华人呢 去这个听证会 听证的时候呢 听证官呢 就问他在中国的 身份证的号码 那这个华人呢 回头呢 就把这个信息呢 反馈给他 这个华人呢 是个好人啊 这个群友呢 也是个好人 因为他把这个信息呢 在频道下边留言 之后的很多人呢 就会看到 这样的话呢 你就有一个应对 就是说 等于说呢 这考题呢 基本上已经是开卷了 已经知道他要考什么 这个呢 对之后的人呢 会有很大的好处 那我给他的回答呢 是可以告诉听证官 你的身份证号码 这个呢 问题是不太大的 当然了 你也可以说 你忘记了 或者不记得了 我手机里就是没存 但是如果你这么说呢 有一个坏处 就是说他认为呢 你这个人不诚信 不诚实 你就不肯告诉我嘛 但是也是可以的 德国呢 有很多人呢 还是用老式的那种手机 你们去德国的手机店啊 你们看一下 你会发现呢 他们还在卖那种老式的诺基亚手机 就是过去的那种 有一些呢 甚至连彩屏都不是 还在用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手机里呢 可能就是没存自己的身份证照片 身份证号那么长 我也记不住 这个也是可能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呢 你想给自己呢 一个加分项 就是让听证官觉得 你这个人是诚实的话 你可以告诉他 你的身份证号 那因为呢 身份证这个东西呢 就在中国有用 比较好用 是必须的 但是一旦你走出国门呢 这个身份证呢 可以说是什么用都没有 这个德国的难民移民局啊 他问你身份证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将来有一天 拒绝你的时候 要遣返你的时候 中国的大使馆呢 他要认账 如果你没有这个身份证号呢 中国大使馆呢 可以不认账 说我们查不到这个人 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是如果呢 你有这个身份证号呢 那个大使馆呢 就没有办法不认这个账了 这样呢 大使馆呢 就会配合德国的难民移民局 给你开具回乡证 就是说回国的一个文件 一个临时性的旅行证件 一个旅行护照 那以此呢就是为了遣返你的时候呢 有一个文件 有一个证件 可以完成这个遣返 那当然了 如果你一不小心 那么长的号码嘛 人总会记错了 把这个号记错了呢 一样呢会遇到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呢 大使馆说 哎 差无此人 那之前的视频啊 也有群友啊 在这个视频下边留言 问过关于遣返的这个问题 那虽然呢 我们在之前也做了几期 关于遣返回国的视频 这里边呢 还是在重点讲一下 那遣返呢 是这样 当你所有难民申请的程序 都走到底 你的身份呢 变成都懂身份的时候呢 移民局呢 他呢就会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内呢 决定遣返你 这个时候呢 他呢会让你自己回到 你所在国家大使馆 或者是领事馆 去补办护照 就是补办这个旅行证 他呢会给你一张纸张 让你去大使馆呢 去完成这件事 那如果你不配合呢 他呢 第一呢就会停掉你的难民金 第二呢 很有可能就各种方法 就折腾你 直到你在德国待遍去了 你在这个难民营待遍去了 你跑掉了为止 那正常的操作呢 就应该是按照移民局的这个要求 拿着这张纸张 去大使馆 去补办你的回乡证件 而以从前返汇出的经验看呢 大使馆呢 他会问你 你想不想回去 如果呢你说 我钱没挣够 我来的时候借了高利贷了 我现在还欠舌头的钱呢 来德国三年就打了半天工 钱没挣着 我不能回去 我这回去也是给国家 给人民政府添麻烦 添负担 那大使馆呢 他也会考虑你的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呢就做一个官方的一个文件 那就是一个字 托字绝 他呢就会给德国移民局呢 一个回复 那这个回复呢 就是说 我们呢 正在调查这个人 但是呢 这个调查信息呢 要返回国内 回到这个人 户籍所在地的公安分局 来调查这个人 查到以后呢 国内呢 才能把信息资料 反馈给我们 我们呢 再会联络 德国的移民局 那这个过程呢 一来一去呢 最快也需要一个月 慢的话 三个月半年 甚至一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呢 都有可能 而德国移民局那边呢 也是比较官僚 那德国的这个行政效率呢 大家在德国待过的呢 都知道 那非常的慢 你就慢慢等着吧 那个东西 等个一年两年 都是有可能的 很有可能呢 中间呢 再出什么纰漏 就像我们之前视频说的 那有人呢 去了德国 两年了都没听证 那这种事情呢 都会发生 这种事情 都有可能发生 虽然呢 德国政府呢 这三十年来 做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加快难民 审理速度 但是有些东西呢 是想做 实际上呢 是做不到 中间呢 会被很多事情呢 所打断 比方说呢 15年的难民危机 那15年呢 和15年之后的 这个时间节点呢 到达德国的难民呢 是以十万为单位的 几十万的难民 到达德国 在这种情况下呢 德国想加快 难民审理速度 那或者呢 想把之前的人 处理掉 那真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再加上之后的 乌克兰战争 还有呢 很多突发事件 使得德国的 这个难民移民局啊 他往往呢 是真的没有人手 没有人力 也没有时间 去做很多的事情 那如果呢 你的运气比较好 你的大人大呢 被落在 某一个角落里了 常年无人问津 那么恭喜你 像这种呢 听证呢 好几年都没听证 奥斯拜斯一直拿着 那像这种情况下呢 最好呢 能够拖个四年 或者拖的五年 拖的跟长居都差不多了 拖的都跟都董 差不多了 那么恭喜你 没准呢 你运气就逮着了 德国一看 都这样了 算了 你就留着吧 待着不再德国 我这回头一看呢 这回答了几个问题 时间呢 也差不多到了 因为我们这边呢 技术力量有限 所以呢 不能够做太长的视频 一般来说 就是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那二十分钟呢 都属于超长了 基本上做不到 所以呢 我们这一期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虚有鬼之后的视频